其实江夜中浩天收割破五镜的修行者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浩天收割五镜之上的修行者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天地间的元气数量 但实际上他更怕人类的潜力和意志 这就是浩天为什么会默认九徒和屠夫的存在 因为浩天怕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没有 人间虽然对浩天一无所知 但人类经过漫长的探索已经有些模糊的明白 破镜究竟意味着什么 比如夫子就产生过这样的疑问 人类已经发展了无数万年 即便是破五镜很难 但经过这无数万年 人间破五镜修行者的数量应该很多才是 那些人又都去了哪里呢 柳白之所以以剑阁崖洞谈判 压制自己不破五镜 实际上也是隐约的明白一些事情 所以他恐惧 浩天很怕那些五镜之上的修行者得亏天机 这样人类就会衍生出各种对抗的方式 像柳白与连生压制自己境界不突破 相对来说对浩天的影响很小 而一些破五镜之上的大修行者则要主动得多 比如佛陀修成大神通 去西方建立了玄空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玄空寺本身就是用来对抗永夜的 玄空寺经历过之前的永夜 他是世间维尔可以躲避永夜之地 另一个则是织守官 后来佛陀遇见了冥王将士 于是他涅槃进入棋盘之中 并留下无数针对冥王的法器 为的就是将冥王消灭于佛祖棋盘世界内 西灵那位光明大神官甚至创建魔宗 不仅开发出吸纳天地元气于自身的功法 还试图发动蔑视之战 连生后来也有类似的举动 而柯浩然更干脆 为了心中的疑惑 直接飞入神国拔剑问天 这些都是人类为了对抗浩天所付出的行动 在所有的对抗者中 夫子是最谨慎的一位 夫子的谨慎 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他对浩天未知的恐惧 江夜中的浩天为何会选择降世 灌主在大结局时对浩天说 您本可以在神国默默守护人类的世界 但由于不甘于永恒的寂寞 偷偷溜到人间来谈异想之欢 这个原因不能说没有 只能说是占了较小的一部分 而浩天曾经对宁缺的解释 则是浩天和夫子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相看千年 但是谁都奈何不得彼此 于是他以天算构知了一个自然之局 亲自降临人间 为的就是找到人间的夫子 然后邀请他上天一战 浩天的计划之所以会失败 是因为这个天算之局中 除了夫子和浩天 还有宁缺 夫子无举境界 是浩天世界无数万年来的第一个 他强大到能和浩天比肩 这是人类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而宁缺这个 由域外世界而来的客人 更是特殊 浩天来到人间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当这三人相遇 会发生无数种可能 没有人知道 由他们三人为开头写的故事结局是什么 后来宁缺 经浩天解释才知道 原来当初自己与桑桑之间的相遇 并非是自然 浩天编织的计划里面 夫子离开人间登天一战 最关键的两个点 一是夫子收宁缺为徒 二是桑桑被揭穿是冥王之女 从宁缺背着桑桑满世界逃亡 再到夫子屠龙斩将登天化月 所有的一切都是浩天精心计算好的 故事也是大致朝着写好的剧本发展的 不过浩天并没有算到所有的事情 因为这个局中的宁缺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他不在浩天的计算之内 所以浩天最后被留在了人间 这是浩天没有算到的 那浩天的天算之局 应该是怎样的呢 大唐天启元年 曾静和一名小妾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给她取名叫桑桑 桑桑出生之时 全身有黑如碳 但是双脚雪白如莲花 此时远在西陵的光明大神观 魏光明自称看到了黑暗的影子 他联合唐国的大将军夏侯 发动了著名的林光源惨案 幼小的穿越者宁缺 虽然人小 但心智非常成熟 他因为不想当少爷的替死鬼 于是提刀杀死了少爷和管事的逃走 并在途中捡到了墙堡中的桑桑和大黑伞 最后宁缺抱着桑桑 亮亮呛呛地逃进了民山 就在快要饿死渴死的时候 宁缺和桑桑遇到了一名老猎狐 老猎狐把两人救活后 欲对桑桑行不轨之事 年幼的宁缺再次提刀杀死了老猎狐 从此二人相依为命 在民山打猎为生 宁缺稍微大一些后 他带着桑桑投奔魏城马士乡 因为行事作风狠辣狡诈 时间一久慢慢地闯出了一些名头 被称为书壁湖砍柴人 而桑桑就成了他名义上的小侍女 天启十三年春 宁缺带着桑桑护送大唐四公主李渝 和六皇子回长安 然后在林四十七巷租下了一间铺子 取名为老笔斋 并因春风亭一战 与朝小树结为默逆 不久宁缺在书院的登山市中迎下龙庆 成为夫子的第十三位亲传弟子 从此踏入修行世界 桑桑也顺利成为宁缺的本命物 后来荒人一动 书院派宁缺入荒原历练 桑桑则一直操持老笔斋 期间前西陵光明大神官破凡龙来到长安城 并教导桑桑学习浩天神术 收桑桑为徒 桑桑的天赋让魏光明十分震惊 不久魏光明与颜色在城外土山看见大道 死前看着桑桑说道 原来这才是我的机缘 从荒原返回的宁缺因为桑桑的吃醋 最后告别了自己的白月光墨珊珊 正是与桑桑结成人生伴侣 书院的师兄和师姐都很喜欢桑桑 只有李漫漫对其非常警惕 甚至不让夫子参与任何跟他相关的事 雁明湖之战宁缺最后关头 利用与桑桑之间的本命关系 将昊天神灰纳入己身 成功击杀大将军夏侯 一战扬名